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是加拿大现在本地时间5月24日 先说一下要祝我生日快乐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而且今天是个大生日 今天是我40岁生日 一转眼啊很感慨 到了40岁这个年纪了 如果我能活到80岁的话 我的生命已经走完了一半 还有剩下的一半 我希望能够好好的走下去 那么今天 真的是很感慨 为什么要提到我的生日呢 这个给大家透露一点私人的信息啊 因为我的父母亲刚刚回中国嘛 然后我跟我父母亲今天有视频聊天 他们俩再次忘记了我的生日 我曾经两次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在我过生日当天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没有提到我过生日 都没有祝我生日快 都忘记了我的生日 然后今天 他们又一次忘记了我的生日 而且是我40周岁的生日 Anyways 这个生活里的小插曲 并不能打断 破坏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弘扬正能量 发挥出一点点我的余热啊 已经40岁了 还有一半了 我发挥点余热啊 我希望我的每条视频都能带给人们一点点的反思 带给人们一点点的思考 能够推动一点点一点点的社会进步 那都是我觉得我对我这一生有一个交代 那么今天想聊一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话题啊 过生日比较值得庆祝 但是这个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嘛 我也庆祝不起来 首先要感谢一位叫Jesse的 这个Jesse Lim的一位网友啊 一位新加坡的一位朋友 给我发来邮件 给我提供了这个新闻线索 我为什么要就是去 因为也有别的人给我发很多新闻线索 我为什么我要聊他的这个事情呢 因为比较巧 这个事情正好 我已经准备要聊了 已经在我的这个计划之中 这个视频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我在这个推特就是这个X上面已经看到这个视频了 我是计划迟早是要聊的 而且关于这个这个topic 我是准备把很多视频集合在一起一次性去聊 那么今天正好就接这个机会 我收集了很多视频 那么今天我就挑了几个 其中几个先去说一次 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说到 这期的主题就是聊 现在的社会 墙内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社会风气 相当的冷漠 那么我们先看这条主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从视频里面大家能看出来 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位老人躺在地上这么久 被这么多来来往往的路人给忽略到 我我是非常shocking的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如果是我的父亲 或者是我以后我已经40了嘛 我再过30年 我70岁的时候 我如果这样发生在我身上 我倒下去 我会有如何的感想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 都要通过自身去考虑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视频里提到过 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情况下 都会变成少数派 就像这位老人一样 他早在地上的这一瞬间 这个时间 他就是社会里面的一个少数派 当我们都去只关注主流 而不关注少数派的时候 会怎么样 总有一天 你我他 我们周围所有人 你的孩子 你的父亲母亲 我们都会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身上 我们都会成为少数派 但当我们成为少数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社会的认可 社会的帮助 社会的支持 最终得到社会的理解 很遗憾 这位老大爷 他没有得到社会的 任何一点点的关注与关心 那么 他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中 就失去他宝贵的生命 对不对 我们先不谈这个老大爷这一生 他对国家对世界做了多少贡献 他值不值得 这些都是别的问题 我觉得和这个视频里提出的冷漠 是两个概念 请在评论区千万不要说 这个老大爷也许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他不值得怎么样 这些上进天良 没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 请不要把这些留言 发在我的评论区 不要玷污我们 应该发扬正能量的地方 现在说得我都有点鼻子酸 嗯 sorry ok 继续聊啊 今天是我过生日 聊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肃啊 anyways 所以 这个是 这个视频里面还有一辆白色汽车 对不对 这个白色汽车他已经停下了 可能在那一瞬间 这个车主这个驾驶员 他当时真的是在思考 我是不是要下去帮助他 但是 他冒着自己被扣分的危险 绕开了 成功的绕开了这位老人 再一次让这个老人继续的 留在这个危险的 也许会丧命的这个环境内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 这一位白色车主啊 他有他的选择 他有他的理由 我们没有理由去去责怪他 好吧 这个 只能说 这个大环境 这个风向被带到这个程度 当雪崩发生的时候 没有哪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然后接下来 后来有一辆蓝色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消防还是什么 反正是职能政府职能部门的车 停了下来 一位穿着制服的 这个公务人员 终于是唯一一位出手的人 而视频里面提到了说 哎呀 大家都跟着受到他的鼓舞 怎么怎么样 也许这个视频的这个解说 是想鼓励大家 把这能量弘扬出去 但是 对于这个事情的结果 我并没有任何的开心 从这个事情上 又能另外的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普通老百姓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伸出援手 去帮助他 而一个穿着制服的公务人 公职人员 当他下车 他就敢于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难道真的是 他的觉悟就一定比 普通老百姓要高很多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老百姓里面 也有很多好人 很多善良的人 很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那么为什么穿着制服 就敢于下车去做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在强烈的这个社会风气 这个社会文化里面 已经有了一种穿着制服 就有一些优越感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一些特权 对不对 所以说 当然 首先我们要肯定 这位穿着制服的人 他救了这位老先生 他帮助了人 这个我们不能否定他 他是正确的 我们要肯定他 但是 经过这么多的 前前后后 只有这一个人 下车去帮助他 而且在他的帮领导下 周围的百姓群众 都愿意去帮助 那么这个是不是从侧面 又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社会 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在里面呢 OK 我们不能光报忧 不报喜 那么 喜忧参办 我不想说 我只是一个 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 去弘扬负能量的人 对吧 我其实是 我的视频的目的是 希望发扬一些正能量 大家都可以 能够跟在里面 能够去 去去去去 把我们的社会 解释的更好 对吧 不管是墙内 墙外 在任何地方 在加拿大也好 在美国也好 在任何国家 都应该去 积极出手 去帮助 对吧 那么接下来 看这条视频 这个视频发生在日本 这个视频 是我之前 很久以前 没有很久 几个礼拜以前 就已经 存下来的 我每每看到一些视频 我觉得是有启发的视频 我都会把它保存下来 以后作为我的素材 我会放到我的视频里 这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日本社会里面 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人 是年轻人 还是老人 看不太清楚 他摔倒以后 有多少路人 就这样伸出援手 去帮助他 还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我就不再多发了 他就让我很感触 为什么我要选择 一个发生在日本的 这个视频呢 我坦白的告诉你 曾经 因为我是南京人 大家都知道 南京曾经二战的时候 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我曾经是非常的抗日的 我曾经是非常的 抵制日货的 我很多好的朋友都知道 我当年我是绝对是 不买日本货的 对不对 我只是通过我的自 当年啊 我是通过我自身的努力 我不鼓动别人 但是我自己 我是不支持日货的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的思想有 觉悟有提高吧 我也开始喝日本啤酒 对不对 我也开始使用日本产品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 日本的这个文化 这个教养素质 确实是非常高 这个你不能否定它 不管你内心深处 多么的粉红 多么的讨厌日本 但是日本 它确实在很多方面 真的是遥遥领先 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 真的是一点不为过 真实的反映出 日本社会的这个和谐 人民的素质高低 真的是这样 而我们如果真的想成为 一个遥遥领先的国家的话 我们不能光是嘴上说 不能光是空喊口号 我们真的要看到 别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中国不是很会抄袭吗 很会copy吗 我们的翻版是很厉害的 我们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能不能模仿一下呢 对不对 那么 很遗憾 刚刚我提到了 前面一个视频里面 这个公职员穿着衣服 就可以去帮忙 为这个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沾沾自喜 而看到我们日本这个视频 我们一定要去考虑考虑 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外 为什么这个事情 不发生在我们大陆 当然我相信啊 这个视频只是 很多没有 很多帮助 也有很多人帮助别人嘛 这个只是一个 没有被帮助的典范而已 我相信很多人摔倒以后 还是会有人帮助的 对不对 但是既然这个事情 有被出现 那么我们要尽量减少 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不对 我也知道 曾经出现过碰瓷事件 因为我记得好像碰瓷 就是发生在南京 全国第一起最大的碰瓷案件 应该是发生在南京的当年 很多事情都发生于南京啊 我就以后再一一到来 那么 由于碰瓷 大家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那么是不是 大陆的强烈这个法律 也应该稍微的 考虑一下 该如何真正正确的对待 公平的对待一些 法律问题 能够鼓励大家 愿意去伸出援手 而并不是说被人碰瓷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在想啊 如果一个人拍着手机 拍摄视频说 我现在去帮这个人 大家看一下 我有证据啊 即便有人这样去帮助 另外一个人 他拍摄一下证据 因为他怕被碰瓷 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帮助了别人 这个事情也很可悲 所以 这个社会风气 希望大家都能够 法律上 从根本从法律上 应该有一些调整 做出一些帮助 那么接下来再分享两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还有很多视频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因为我得考虑到这个 我每条视频的长度 我不想时间太长 以后我再慢慢 再单独找一期视频 跟大家说一说 聊一聊 现在墙内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可以聊很多期都聊不完 但是本期视频大家看一看 一帮好朋友在一起 这个男的他真的是 就快要丧命了 旁边的人 就看到他都没有觉得 都在看自己的手机 你想一想 手机里的内容 已经把它拽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电视产品 对我们的生活 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 往往在有些时候 电子产品真的是让我们整个 怎么说呢 我们的人 我们的周围的 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的观察力 paying attention 就是有一些 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 这个 这个这个 关注度是越来越下降 所以导致我们 真的是都不知道 我们周围在发生什么 人与人之间 渐渐的就冷漠下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视频里面 如果这个好朋友 就真的倒在这帮朋友面前 他的好朋友面前 他如果在他面前 失去的话 那么 这会多么的夸张 这一帮人 他们会有什么想法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被黄标的 一个视频就是 发生在游泳馆里面的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就发生在他 拍摄者就看着这个人 丧命 他都没有意识到 这是多么多么的 我都不能用可怕来形容 还有另外一条视频 刚刚看到的 在烧烤摊上 有人发生了这个 惊觉 这个这个 西吉尔 中文也就是 就俗称杨巅峰吧 对不对 抽搐 那么还有人问了 也别打110啊 老板都说不用 旁边的人 吃烧烤的人 只有一个人 站起来看了两眼 其他人都没有起立 都还在继续 就正常的事情 他们没有在看手机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这种 对身边的事情 不愿意去多管 不愿意去多闷 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嘛 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如果真正在他边上 掉了 两百块钱的地上 他可能不停的去捡 去抢 打破头去抢 对不对 抢东西的视频 我也存了好多 改天我们在聊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给我发来邮件的 这个Jesse 想知道我的看法 刚刚我的看法 已经说了很多了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这个老师傅 这个老爷爷 老大爷在地上 没有被人扶起来 这么久 他对我们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你要知道 周围这么多路人 有家长带着孩子的 有老年人带着中年人 就一家人全家出游的 有小朋友放学的 也有可能有老师带着孩子出去 春游旅游的 有各种各样心情色的 也会有可能有外国游客的 对不对 有别的城市旅游到这个城市的 这一个小小的事件 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会有多么的大 大家知道什么叫破窗效应吗 我就不展开说了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破窗效应 就是这样引起的 这种事情 如果不及时的去制止 如果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管理 真正的管理人员 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些事情 我觉得比我们的社会经济衰退 更可怕 经济衰退 只要我们的道德层次还在 总有一天我们能再站起来 我们能再 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刻苦 我们的钻研 我们能把我们失去了 拿回来 日本不是有失去的 20年30年吗 我们中国经济再差 也一定能拿回来 只要我们的道德还在 自古以来 老子 这些思想家 这些有道德的人 他们弘扬的都是道德文化 只要我们的道德品质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普世价值是正确的 那么总有一天 该失去的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能拿回来 对不对 真正怕的就是 我们失去的 我们有的是经济 我们中国经济大力发展 哇 经济世界遥遥领先 但是如果我们道德品质败坏 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道德 那个是比我们的经济好 要可怕 一万倍 一千万倍 因为一旦我们没有道德作为基础 作为社会的根基 社会的基石 一旦有一天我们的经济崩塌以后 想再弄回来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 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也同样 所以 今天这个视频 还算是比较沉重吧 可以这样说 这个社会问题 再次提醒一下 不单单是中国大陆 前两天发的这个香港皇家剧的幕 很有可能这个 去破坏这个目的的人 他就是香港市民 那么说明这个世界 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一定要 不管你身在哪里 如果你是新加坡观众也好 香港观众也好 台湾观众也好 马来西亚观众也好 只要你是能听得懂华语的 华人观众 在海外任何一个角落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有普世价值的人 有人性的人 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去出手 就应该去帮助 这样的事情在加拿大 我可以告诉你 我真的摸着我自己的良心 今天我40岁过生日 我可以告诉你 我能帮助的 我经常会帮助 只要我们问你一步 我经常会冬天下大学 有时候车子就会被陷在雪里面 我会停下车 去帮人家推车 我还会喊周围旁边 我能看到任何人 还下车 Can you just help this guy 我会发动 我能看到的人去帮助 我在我们大学里面也一样 一个学生需要帮助 我会号召 所有周围的同学都去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种正能量 是应该要被弘扬被发布的 也应该号召别人去帮助 号召别人 让别人知道我们都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而且我们都有这个社会责任 所以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我的话有一丝丝的正确 请你帮我点赞 帮我转发 这样的视频 这样的 普世价值 需要被更多的人看到 不管你在哪里 真的是这样 稍微今天有点 有点激动啊 OK Anyways 我总体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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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你也明白了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思考思考 能够 在你跟你孩子 做出任何一些教育的时候 把这些普世价值 带进去 慢慢的告诉你的孩子 学习文化课固然重要 academic固然重要 但是 除了学术以外 这些东西 也许 比你的学术 更加有价值 这个老大爷 他首先 是要在街上 被人扶起来 才会被送到医院里面 有这些专业的学术 医生 这些专业人士 去治疗 那么他从这里 到达这些 学术的专业人士 他需要我们社会的 我们的普世价值的支撑 去把他送过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 academic不重要 学术不重要 学术固然重要 需要学术 专业的医生 去抢做他的生命 但是在马路上 如何抵达学术 这个层次 我们的道德层面 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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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次祝我40周岁 生日快乐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Happy Birthday James